只要你记住这个方法 在家里养兰花 不管是什么样的兰花 叶子都是绿油油的 而且呢 不黄叶 不掉叶 长得又快又好 我用30年的养兰花经验告诉大家 我养兰花从来不买多菌磷 戴森猛心 或者是定从米 赛富仙安 今天我就免费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房子界的视频找不到了 你可以先点一下关注 收藏一下 养兰花呢 叶片就不会出现斑斑点点胶间的问题 第一呢 就是预防 我们平时养护兰花 一定不能放到太阳下暴晒 放到太阳下暴晒的话呢 就容易产生一些斑斑点点 而且呢 养护环境通风要好 不要给它闷热 闷热的话也是容易出现病害的 每次浇水呢 一定要等到这个土干透一点再浇 避免长时间积水 这样就可以从盐头 渡劫这个病菌的发生 如果我们的兰花出现问题了 我们该怎么处理 像主卧手上这一颗已经出现斑点胶间了 那么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把这种斑点胶间全部给它修紧干净 包括底部这里一些枯叶烂叶全部给它清理干干净净 然后呢 再给它用这个花病康给它喷洒 三天四天给它喷一次 连续喷个五次 就可以很有效的控制这个兰花的斑斑点点 哪怕是新长出来的芽 也是干干净净 不会长斑点 所以大家一定要预防为主 因为这个花病康呢 主要是预防花卉常见的100多种病害 不管是灰酶病碳疾病白粉病等等都可以很有效的预防 那么我们作为预防的话呢 一个月给它喷个一两次就可以了 家里面的所有花都可以用 因为家里面养的花多了 一旦有一颗花出现斑斑点点病害 就会传扬到所有的花卉 所以我们用这个花病康预防是很重要的 而且呢 使用简单方便 不用对水 养花小白 我们拿回去直接就喷就可以了 所有花卉粒子都可以给它喷一喷 一个月一到两次作为预防 可以点视频左下方 我们下方的花卉粒子都可以用